各位姐妹平安 一開始讓大家看一個照片 就是昨天晚上在教會裡面 牧區型的洗禮室 昨天第一次開始了 那某某牧區他們昨天在練歌的時候 今天早上他們現實真的是很活潑 昨天在練歌的時候 就第一次的洗禮室 那我們為其中有三位姐妹 楊乃盧跟陳梅蓉跟張宇凡 他們在這當中受洗成為我們教會的子體 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希望感謝 讓這個教會每一個牧區 每次練歌的時候 每次聚集的時候 都能夠有弟兄姐妹 能夠在這其中加入神的家 那我們盼望有一天在教會裡面 變成什麼呢 變成每個禮拜都有人受洗 每個禮拜都有人成為神的兒女 每個禮拜都有收成 果子的收成 這是一個在教會裡面 極為大的一個喜樂的一件事情 那這是在這邊獻上感謝 另外我們要為一件事情祷告 就是以後 我們每個禮拜都要讓大家知道 因為每個禮拜都有兩隊到三隊出去 宣教隊伍 今天要特別為七股教會 跟手語教會 他們有不同的團隊出去 每次我們的教會團隊 在外面侍奉的時候 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 都有責任為他們祷告 那七股教會是我們一直在支持的 相互的一個教會 相互呼應的教會 也是西海岸教會的系列之一 那所語教會 是靈驗姐妹在那邊 釋奉的 是我們耶和牧區 特別認領的這樣的一個 特別恩師的這樣的一個釋奉 是對聽障者的這樣的一個釋奉 好讓我們在每次聚會的時候 我們生命都為教會 為宣教有一個特別的禱告 因為我們在這兒不是聽講道 我們在這裡是領受使命 每一次在神面前分享信息的時候 都是領受使命 不是聽講道 那我們盼望在生命裡面 我們要振奮 聽講道會使大家沉睡 那如果領受使命 會使大家振奮 那大家要在神面前常說 主啊我在這裡 求祢裁遣我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你 保守我們這時候 我們要分享信息 求主你把特別有力量的精神 示給我們 還有我們預備好的心情 示給我們 獻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兄姐妹 今天是討論神的旨意 這個神像我們所定的旨意 講了那麼多次了 那我們常在神面前想 神的旨意就是什麼呢 神的旨意就是很簡單 那今天我們要在這個端上所說的 神的旨意就是什麼呢 那我們在這個端上來注意 聖經在一樣的天上 人家前書就前面就講了嘛 神要我們成為聖結遠必隱形 讓我們個人也曉得 怎樣用聖結尊貴 守著自己的身體 到這兒我們都聽得懂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 成為一個聖結的人 我們在神面前成為 很棒的一個教徒 但是我們每次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卻也自己 自己明白一件事情 心裡面有兩個律 這是一個很大的征戰 我知道我外面都是一個聖結的人 但是我裡面呢 我裡面那個律的交戰 就是成為我生命裡面一個困難 我對很多事情都還是裡面 自己覺得肮脏 還很容易受引誘 那我們在神面前要思想 我們要怎麼來對付呢 要不然我們只是討論神的旨意 我們一直做外表上面的一個 我是一個好人 事實上日子不快樂 那我們今天如果做一個快樂的人 必須要內外身心靈都得到完全 都要完全 其實後面那句話才是重要的 不放重思義邪情 像什麼 像不認識神的外邦人一樣 意思就是說 好不好我們現在就開始來操練 我們跟世界的人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要有一個自然人的一個心態 所謂自然人就是說 牧師啊不要落屋了 現在什麼時代啊 現在這個時代這個沒什麼 現在這個時代這樣做沒什麼 現在這個時代這樣子其實都很普遍 我們不要像外邦人一樣 也就是不管什麼時代 你都不要有任何理由說 哎呀這個時代怎樣的 以至於我們漸漸的跟外邦人是一樣的 然後就漸漸那個不是罪 那個也不是罪 好那我們來看神的旨意 更清楚的告訴我們 在生命記裡面 如果有一天你的兒女 這句話完整的是這樣說 如果有一天你的兒女問你 神的旨意像我們所懷的旨意是什麼呢 你就要告訴你兒子 這個是傳承的喔 這就更完全的講 以前我們在埃及是奴隸 但是耶和法的時候 把我們從埃及領出來 請記得神的旨意就是要跟你 把你跟世代分別出來 領出來 你不能再被瑕疵了 你不能在那邊得過且過 你不能再給我且投安 你不能說這樣子就好了 哎呀人家世上都這樣子 雖然我們不畅快 但是這樣比較平安 神是要幫你領出來的 神要讓你在生命裡面 是一個獨立的人格 甚至獨立的國格 好讓你在生命裡面 能夠說我們是單單屬於神的 你不但是要被領出來 神的旨意要你進入到神的旨意裡面 進入到神的豐富 也就是說神要祝福你 請你不要說我不要被祝福 我再講一次 神的旨意是我要你進入到神的祝福 你不要一天到晚說不要啦 因為我在那邊投資也有什麼好處 別人也給我什麼好處 別人也告訴我什麼好處 神很不喜歡你這樣 神的旨意是要你脫離那些 不要一直像不認識神的外邦人一樣 神要你進入到全然是神的祝福 你放不下世界 你就看不到神的榮耀 今天第一堂阿慧正在分享信息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個分享 那我也知道在生命裡面 我們教會的每一個單純的上來 都能夠明白像小孩子那種心情 才能夠進神的國 但是神卻沒有拣選小孩子當門徒 神拣選的是大人 因為神說你的心智要像什麼 像大人 你的心智不能像小孩 但是你的心情要像小孩 那我們有時候很難分別 心情什麼叫心智 簡單的講 心心的人有福樂 他們必得見上帝 這個是像小孩子一樣 虛心的人有福樂 他們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這是心智 也就是不要誇自己 要知道自己是不夠的 那叫心智 很單磁的像小孩 像小孩子交托給神 那叫做清心 好讓我們在神面前 就能夠更清楚 知道神在我們生命裡面 有一個神國度的一個預備 如果你預備好了 那我們在這個段 就開始來學習 今天所跟大家分享 就讀了聖經 如何如何在這其中 看見神向我們所定的旨意 聖經在這個地方 一開始就說一個 一個勸勉起始句 也就是我希望你們這樣 甚至可以到一個地步 就是命令句了 我要你們這樣 我要你們做幾件事情 敬重 我要你們在這個地方 能夠敬重這種人 這種人就是在你們中間 饒苦的人 在你們中間饒苦的人 他們用他們心情引導你 用他們心情帶領你 治理你 勸你 勸你們 那其實這種人 就是我們所謂的 正面引導的人 那正面引導的人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問題 就是背影的觀念 也就是說你對這種人 比較了解他們的背影 比較不清楚他們的正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走在你前面 你總是看到他的背影 但是你不了解他正面的心情 他正面的心情 也許你在生命裡面 感覺很快樂 因為他的步伐很有力量 但是你不知道他正面所 遇到的所有的苦難 跟一切的傷痕 是為你而做的 你不了解這種 為你在中間為你勞苦的人 他們正面是何等的傷痕 何等的痛苦 但是他們有堅毅不拔的一個態度 你看你熟悉看那背影 他們背影就是很輕快的腳步 在神面前有力量 但是神說你要尊重這種人 要尊重這種人 好 各位姐妹 了解神向你所懷的 所給你的旨意 那你要在這個 第一件事情 我勸你們要這樣做 這就是背影的觀念 第二個 這是小閃的計算 什麼意思呢 請大家能夠留意 什麼叫小閃計算 也就是 我前面那個治理我們的人 其實他恩事不大 他的遮蓋是像小閃一樣 我覺得 我的恩事 我學了神學 我讀了聖經 我像大閃一樣 我做聖事都比他還厲害 我像大閃一樣 我可以遮蓋很多人 他其實各方面都不夠 但是你要知道 小閃的計算是什麼呢 各位姐妹 是他走過的道路 你的閃也許是一百分 他的閃只有 他的遮蓋只有十分 但是他走了一百天 他走了一千天 他所畫出來的面積是 他是十分你是一百分 但他所畫出來的面積是 十乘以一千 是一萬 他走過的面積 他所遮蓋過的島 所遮蓋過的雨水 是保護的 涵蓋的 是你的好幾百倍 你的恩事 今天在這個地方說 我是很大的傘 但是你沒有動過 你沒有動過 所以我常在神面前說 我們要尊重那些 雖然恩事不大 但是他為你惱苦 為你走過這些路 每一天 都是神在這當中 親自引導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尊重 這樣的一個生命 就是什麼呢 就是遮蓋的軌跡 也就是遮蓋所走過的道路 你要尊重這種人 在你教會的牧者 在你小組的小組長 在你每次在那邊 只是坐在椅子上面 等著練歌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要曲張 你的指揮為你勞苦的整夜 為了這件事情 當我們聽他們在唱歌 很愉快的時候 我手臂好累 練歌練了一個多小時 你卻不知道 鋼琴的伴奏 跟指揮 跟曲長在那邊預備的 還甚至在印譜的 寫譜的 他們用了多久的時間 在教會的任何場合裡面 我在坐在這邊 今天在聚會一個小時 好累喔 你卻不曉得這個聚會 今天回應的 還有今天的敬拜的 今天的所有事奉 所有敬拜團 還有當然也包括牧師 也預備了很長的時間 那我們只是說一句話 今天聚會一個多小時 好累喔 各位姐妹 請敬重那些為你而預備的這些人 你就會看到 神向你所定的旨意 就是出來了 你要先學會這一點 第二點 就是警戒納在你們中間 失去正面的人 什麼叫失去正面 我們不願在教會裡面 分正面跟負面 你是屬於正面思想 你是屬於負面思想 因為沒有人會承認 自己是負面的人 對不對 友姐妹 請以後來教會 正面思想的坐右邊 你要教會 負面思想坐這邊 我會這樣講到 友姐妹 不是 教會沒有負面思想的人 属灵沒有負面思想的人 所謂負面就是失去正面 我們教會 任何属灵道路 只有一種人叫做 失去正面 沒有負面 但是失去正面 就是負面了 就好像一種觀念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 第二點 神繼續在14節繼續說了 我又勸 剛才是我勸 現在是我又勸 這個地方就是 第二種方向了 我勸你們要警戒 要勉勵 要扶助這些人 那這些人 要有一個動作在這裡 這些人是什麼人呢 這裡就是不守規矩的人 灰心的人 軟弱的人 惡人 也就是說 這些人 我們先把定位叫 失去正面的人 對這些人 你要怎麼勸勸他們呢 友姐妹 在生命裡面 我們來這樣說好了 生命沒有負面 只有 你停止你的正面行動 怎麼說呢 就好像根本沒有冷度 只有失去熱度 你就越來越冷 從來沒有這個地方 我給你多少冷度 有人說有啦 我開冷氣就給冷度 不是 今天在這個地方是降溫 在降溫 降 減少熱度 減少熱度 直到絕對零度的時候 那時候世界消失了 連原子裡面的洞漾都會消失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來思想 沒有 沒有冷度 只有溫度 失去熱度 叫做 叫做冷 今天也沒有負面 也就是你失去正面 你就是負面了 友姐妹 沒有人會願意向後退 但是你不往前走 就是向後退 有個觀點就是後退的月台 任何人坐在火車裡面 再見跟親友再見再見再見 然後再見的親友就一直往後退了 是不是 不是 是因為你車輛往前走了 你車輛往前走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一切都在往後退 一切都在往後退 月台沒有往後退 是你往前走了 人生很多事情 你都在看著窗外 都在退後 在退後 感謝神 因為你往前走 生命裡面 你必須要勸戒這種人 怎樣呢 失去正面的人 所以聖基在說 我的仆人說 你不要灰心 不要善膽 不要灰心 不要善膽 的意思就是 這些人都停止了 所以聖基說 我們要向著標杆直跑 意思就是這樣 你不能停 你不能停 那你如果停的話 你就發現 在生命裡面 是一個失落 神的祝福 神的旨意 向你所懷的旨意 你會失落 為什麼呢 我們常常說 我需要陽光 神也用藉著陽光 告訴我們 祂的熱度 熱氣 每一個人都會得到 祂的熱氣 神的話語就是這樣子 而我們教會的一個特色 第一點就是陽光 陽光我們常常解釋 就是正面思想 對 也就是你要在聖基裡面 如同這裡所學的 十六節所說的 要常常喜樂 不助祷告 凡是歇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裡 向你所定的旨意 這個就是我們的題目 今天我們題目就是 向你所定的旨意 是神在基督耶穌裡 向你所定的旨意 又就是要你常常喜樂 意思就是不管什麼事情 你都要喜樂 不管什麼事情 你要不助祷告 凡是感謝 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陽光了 各位姐妹 你就是陽光 你常常喜樂 你常常感謝 你在所在的地方 環境不好 但是你本身就是陽光 因為神的陽光在你裡面 各位姐妹 請大家要學習 因為在你面前 這是神所定的旨意 下面一個這個倒楣 各位姐妹 我們前幾天到廈門去 然後公佈天氣狀況 第一天大雨 哇 第二天氣象報告寫大雨 哇 第三天我們要去土龍 氣象報告寫豪雨 你知道最後一天會大雨 那第五天我們回台灣以後 當地會漸漸好天氣 那這就是我們看氣象報告的時候 所看到我們到土螺市的時候 是這種光景 我們到土螺時候 我從 這不是新聞片 這是我拍的照片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 我們看外面 哇 那真的是 輕盆大雨 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去的時候 有兩輪車在 廈門的跨海大橋那邊 拋錨 而且拋錨在大橋的中間 所有車子呼嘯而過 然後看著我們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 不只是這樣 我們回來的時候 遇到土石流 還要把公路都折斷了 我們在那邊 被耽擱了半個多小時 各位姐妹 我們很倒楣嗎 很倒楣嗎 同樣的一團 台灣去的 隔一天而已 我們就看到 是一個很大的災禍在此其中 我們不是比較 我們只是感恩 我們只是在神面前說 我們遇到了 並不是我們生命的倒楣 是處處看見 神保護我們的軌跡 那一天 是我們生命裡面 滿快樂的一天 因為在土螺裡面 是一個一般大陸的人 都很難看得到的 最深山的裡面的那個土螺 然後 在所有的 以為倒楣的事情 都親眼看到 神一一排除 所有的困難 讓我們走向前面 更好的道路 然後我們在那邊吃飯的時候 吃到一半 喝的湯 越喝越多 因為上面在肉魚 那你就會發現 哎呀真的是 那這樣 在拍文 但是神沒多久 就讓他停電 我們看不到裡面是什麼 弟兄姐妹 真正的快樂是什麼 真正的快樂是 不管是怎樣 我們二十幾個同工 從頭到尾都是小生 哇 停電 哇 這個好吃啊 這個怎麼樣 也就是說 你凡事感恩 不管什麼境況 你都是快樂 能有一句抱怨 大廈門的這些同工 不好意思 我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說 我們被我們撞到了 所有的狀況 都讓我們親眼看見 神在我們當中 引導我們 弟兄姐妹 讓大家看 當我們過去看 這個土螺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中間有一個十街 過那個河 我們走那個十街 過那個河 過那個河 當我們吃完飯的時候 這我們看到了 我們吃完飯再出來的時候 看到了十街 在這裡 同樣的箭頭 就是剛才我們說走路 完全被淹沒了 完全被淹沒了 哇 這是一個很大的 很壯觀的景象 因此我們要多走一段路 到另一個地方過橋 總之這也是很特別的 神保守看顧我們的故事 是多麼的奇妙 那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並不是在豪雨大雨裡面經過 我們是經過豪雨 經過大雨 但是豪雨的時候 我們在土螺裡面參觀 大雨的時候 我們在裡面吃飯 這些正雨滴滴落下來的時候 我們都在車裡面 只要我們一出門 就是這樣子 很奇妙的 只要我們一出門 這就是海邊 在那裡 我們去那邊 真的是 神帶領我們 一切都是那麼的順暢 我們帶的傘 大部分都是遮太陽 很少在遮小雨 幾乎沒有碰過大雨 完全沒有碰過大雨 這個就是 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在一個 廈門的一個地方 在那邊 享受很美麗的陽光 那我們看到 這是上一堂他們 整個古蘭雨唯一能夠聚會的地方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 雖然教堂很多 但是被強迫不可以聚會 只有開放一個地方可以聚會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 跟那邊的傳道人 一起分享的時候 他們何等的感動 在我們的道路裡面 他們很迫不及待 要跟我們在這個地方 來領受神的愛 領受神的愛 那我們在這故事裡面 我們就開始進入 如果是這樣的話 第三點 我們來看到 聖經在十九節二十節說 你不但要正面引導 你還要在這個勸戒那些 失去正面的人 最後一點 你要在聖靈裡面經歷 神開你眼睛 讓你看到你未曾看過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在這個地方 當然聖經我們說 不要消滅聖靈感動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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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所說不要的是 消滅聖靈感動 神要給你的 你不要不接受 但先知告訴你的講論 你不要拒絕 但是你要怎樣 你要去查驗 這是神在你身上 所預備的 如果是讓你生命感到感動的 你一定要趕快去做 不要等 不要等 趕快去做 在生命裡面 你要分別的清楚 世界的事情 你要把它分開 你要趕快在這當中 能夠分 那生命告訴你就是這樣子 生命在聖靈感動裡面 如果照你的身體 你是一分一分的 從高中大學 然後到研究所 博士 然後你也會慢慢做出一些事情 但是點點滴滴 讓你看到 到一個頂端 它又漸漸落下來 而且變成虛空 這就是人生的虛空 而且那個頂端 好像很快就達到了 弟兄姊妹 並不是年老的時候到頂端 而是拿到博士協會的那一刻 就是你的頂端 常常都是這樣子 接下來就開始 求職無門 然後在學校受盡各種屈辱 很生氣 這就是人生的頂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走神的道路的話 你生命是無限量的 創意人生 弟兄姊妹講的陽光 來講創意 創意不是你很厲害 創意是你順服聖靈的感動 聖靈會開你心中的眼睛 帶你走入你未成見的世界 那就是創意 有的人創造藝術品 有的人從生命裡面感受到 真的再一次的歌曲的創造 有的人從生命裡面領略了神的愛 勉勵大家講了一段 連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話 成為很多人的鼓勵 那都是創意 都是聖靈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創意是怎樣 無限量的 然後聖經也告訴我們說 靠著那家給我力量的 你真的 什麼 凡事都能夠做 請你要了解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因為這會讓你凡事都能夠做 這會讓你創意了人生 充滿每一天的驚喜 弟兄姊妹 來到當我學習 從19歲成為侍奉主的時候 我學習 從我這卑賤的平凡的人生裡面 我看神在引導道路 我不拒絕任何的感動 我這樣學習 所以從我舉手那一段 就是順福 我要 我要的時候不是舉手 是生命的降福 我試試看 到底我看見什麼 弟兄姊妹 我簡單跟他講 我看見什麼好不好 我說真的 我看見了唱歌的教會 一輩子就是看到這個 我愛唱歌 但是這一輩子 快三十年了 我看到愛唱歌的教會 弟兄姊妹 來到什麼地方 你願意為他歌唱 那地就是唱歌的教會 來到台南的時候 我們看到 從起初 士林的一個人都沒有 一直到現在 一千五百多人的唱歌 你總會發現 這一輩子 無限量 我看到愛唱歌的教會 第二個我看到了 建堂的教會 弟兄姊妹 不要忽視劍堂這件事情 從亞伯拉罕建立祭堂開始 到摩西建立會墓 一直到所羅門建造聖殿 一直到所羅巴伯的感動 包括鼓烈的催促 重建聖殿 一直到新約告訴你 你的身體就是聖殿的殿 直到有一天告訴你 新耶路撒納 這都是意味著神的家 而聖經告訴我 你的生命是活食 也是要建立聖殿 弟兄姊妹 我看到了建堂的教會 但是我來說實際一點 我如果說 建造神的樂園 倒更真實一點 因為我發現我不是在建堂 我是在建造兒童樂園 我發現一件事情 不是我們建造 但是我們看到 我看到了一個 凡事都能夠做的 創意人生 這一輩子 經歷了很多建造 都是兒童樂園 都是青年樂園 都是年長者樂園 黃文所建造 都是快樂的地方 這是第二點看到 第三點 我看到一件事情 三十年來 我從單兵訓練 一直看到 強悍的 勇猛的軍團 看到這一切 只因為 我沒有消滅聖靈的感動 我看到了 今天我看到 勇猛的軍團 從快樂樂園出來 也從愛唱歌的教會開始 各位姐妹 請大家了解 這故事是什麼 當我們同工在廈門唱歌的時候 那個教會 從第一天 所有的行程都改變 把我們的行程統統改變 聽到我們的分享教會 聽到十一點多 他們不願意離開 他們住廈門 他們從古蘭嶺還要坐床回去 我在古蘭嶺跟他們分享到十一點多 他們還不願意離開 他們當下做一個決定 第二天 晚上教會的茶巾 由我們來帶 那我們去帶他們茶巾 我們在那邊唱歌給他們聽 跟他們分享彼得前書 他們的興奮 在哪個地方 告訴我們說 他們決定廈門的保提教會 保提教會就是 他們稱為保羅提摩泰 他們不能稱為教會 只能稱為聯絡處 因為在政府的規定之下 不能成為教會 但是我們進去看的時候 看到一件事情 我們為他們的年輕人的敬拜團 台上全部都是他們的年輕敬拜團 他們嘗試用新的形態來敬拜 我們為他們勉勵 我們為他們禱告 我們看到感動 從土樓回來 我們看到在那邊為他們禱告 他們在那個地方 不斷不斷的要我們在他們的當中 成為他們的祝福 最後一天我們到 他走的時候 要到那個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古蘭嶼的音樂院的院長 他的家 他的弟弟是黃河學奏曲的編曲者 其實上面這張照片 是他弟弟跟一個姓毛的 一起坐在那邊 那我覺得這是他們國家級的一個寶 那我們在他家跟他們一起唱歌 那他彈琴給我們聽 這位院長 很感動 他癌症第三次開完刀 還不到一個禮拜 就回到教會侍奉 他的琴彈起來是生命 我們在他們家唱歌 在他們家彈琴一起歌唱 我看到一個歌唱的隊伍 然後他後來趕快用電話聯絡 說那麼多在他們家參觀的人 他要我們 他彈琴的時候唱歌的時候 看到我們有拍DV 他希望我們把拍的DV的影片給他 他好喜歡 弟弟姐妹 我們教會是一個唱歌的教會 我們唱歌是一個敬拜的教會 我們唱歌是一個讚美神的教會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你要看到這一切 你會從零看到豐富 你會從沒有看到強盛 看到勇猛的軍團 這是在這條道路裡面 給大家講彼此勉勵 讓教會裡面的各樣事工 都能夠看見神在我們身上有計畫 二十三節最後所說的 願世平安神 親自使你們什麼 全然成聖 弟弟姐妹 全然成聖 就是跟世界分別 我勸你們 要在神面前是正面的 那些引導的你要尊重他們 我勸你們跟這世界要不一樣 我願意你們 靈魂身體全然蒙保守 在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 完全無可指責 是一個最好的生命的一個配搭 我們願在這條道路裡面 有強度 這個教會 我們每一個人來到神面前 請預備 領受聖靈恩高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道 在這條道路裡面 有人在你面前為你拼命 你要敬重他們 你要在這條道路裡面 望著他們的背影 但是去想像他們的正面 是怎樣為神禮約 在這條道路裡面 你們必然看見 神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必然成全 常常喜樂 不足禱告 反是感謝 請你在生命裡面 做一個這樣子的人 我們一起來禱告